我忘記對發票了 我現在是可以 反正也沒有人 很瘋然的 對發票 發票 每期都豐富 那麼廢 現在近幾月 11月到2月的嗎 我三四月沒有發票 我沒有三月發票 我沒有三月的值得發票 太讚了吧 那我騙 發票在哪 在這裡 中漲發票 尾數是 三四五六九 三四五六九 什麼東西太辣了 你說 你都在瓶酒嗎 三四五 五六九 九 三四五六九 靠 三四五六九 三 靠北 差三個數字 三四五 三四五 沒事啦 我雲端也沒中 為什麼吃得那麼難中啊 到底 到底 敷衍小腳腳 啊我有敷衍嗎 會發現了 嗨 靜晚安 嗨 泰特晚安 對發票可以 對 可以吧 我跟你講我還要做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我今天好像突然發現我的 Solana的錢包好像有 NFT 但是我忘記我的助記 所以我現在要來 不是忘記啦 我根本就沒有 我根本就沒有 我把我把他放在家 我現在要來 公然的 公然做一件事情 反正裡面也沒錢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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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真的還是這個 好 好啦 現在來找一下 我來看一下我沒有什麼東西 大家不要吵 嗨 嗨 現在有點暗 嗨 嗨 Frank 安安 這真的難中 這是只有中一張200 一張500 你也是中蠻多的 可以後空翻嗎 不行 我沒有辦法 所以剛剛講的同一發票的事嗎 對啊 今天可以 就是對獎 然後我每一次 我大概已經近一年都沒有中 同一發票的獎了 現在在幹嘛 現在在等大家入座 然後我們今天要喝這一支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我現在要 稍微等我一下 哇 在這裡 這什麼字啊 這什麼字啊 好冷冷喔 那這不見 對啊 我 那這不見 我通常都會開週五的台 週間真的是很難開耶 我覺得 為什麼那麼多 怎麼可能那麼多 蛤 我怎麼會知道 等一下 是什麼意思 是 從未使用 應該做這個吧 什麼意思 衝光 完了 完了 什麼意思啊 你各位等我一下 什麼意思 我沒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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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 每週 欸 對我 三月十三 三月十三不就前幾天 那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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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君君 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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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ención 字幕君 PM这个工作就是 你要很多技能都 点好 那当然如果你有特别某一个技能点很高 那你可以往那个方面去走 可是 我觉得如果 真的喜欢这个 礼遇的话就像我 但其实我也 我也不是PM 但是如果像我有兴趣的话 那我应该 会知道说我的常才在哪里 那如果我想往那个方面的话我就要去那边努力 正在 努力之 应该说在 了解自己哪里有长处之前 那当然就是全部的技能点全部都点啊 就整个技能数就是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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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的技能点没点了 你再继续 你再继续增加你的经验然后经验有了 有了技能点那继续点点点点上去 你要休息了吗还没有哎怎么 现在的现在的年纪到底有想法 你说 你说在座的各位吗 没有啦 我之前离职原因就是有个PM都会拿母公司 当里有压deadline 然后装无辜他也没办法 觉得超干 这种我也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很干 如果我是看 你们也是人很好 就是可能也是没办法讲他吧 因为如果 如果我今天是工程师的话 真的受不了我就直接跟他说 你不是没有办法 你是做不到 你就承认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能力去 去协调任何的事情 不是说 你今天想要喝水 又想要上厕所 你都有能力去协调 你今天要做哪件事情的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好说 母公司 母公司想要怎么样 那就押我们deadline 我们就做不到啊 能怎么办 你就自己写啊 你自己答应的deadline 我就跟你说开发 开发时间 是15个工作天 你硬要变成15天 我有什么办法 那其他的 其他天你就自己来下一些 我自己呀干 超棒 你说谁很派 颁奖都他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 还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是真的蛮厉害的 不然为什么 人工大会要颁奖他 在一货有PM 在一货的有PM的公司 没有一间不是这样 都带乐宿回来给家里人 大便 干 干好笑 为什么 是因为大公司的关系吗 大公司是不是都 都会 这样子 哇靠操牌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酷酷喔 干咧如果这类没办法强 对方开口直接 窗口直接来找公司 就好 干嘛要PM 对啊 不就是要协调吗 你就是要 就是要协商啊 如果你今天直接跑来问工程师 工程师一定跟你说 其实我们公司有其他 我们公司其他的 我们公司其实没有PM这个职位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找产品企划 然后 我们产品企划就是 还是会 包这些事情 只是会做其他 其他的东西 就是还会做其他的工作内容 而且 对这件事情算是 重要 但是 重要但是 不会占很多 怎么讲 就是他算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其他的 企划他们其实不太会放在心上 然后我们也是有企划他是 客户说什么 客户说 他就回来问 然后工程师一定会说不行 他就回去跟他说不行 然后我有时候看了几次 我就会跟他 就是跟 我其实是我们公司 就是企划 产品企划中年纪最小的 然后 我是唯一一个女生 我觉得可能女生比较吃香 不知道什么公司不找女生 然后 然后反正就是 我这样看了几遍我就会说 你怎么直接跟 你怎么直接问工程师说 就是 假如像今天星期一 今天星期五好 然后 客户可能说 哎 下周一 下 下周一可以 可以把这五个 issue 修好吗 然后他就直接说 直接问工程师说 下周一可以直接把这五个issue 修好吗 或是 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五个issue吗 然后 工程师可能就跟他说 一定会跟他说不行啊 干那五个 那五个 那五个 那五个问题点可能 可能有一个很难 很难修 或是 需要修到 嗯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文字显示 而且可能 就是 还要去跟后端协调干嘛的 然后可能有一个 也有一点难 但是三 另外三个 可能就是 我们今天可能 可能假如像 你好这两个字 那个好写错了 写成 HAO 假设 就是很 就是 可能会 就是 文案显示错误 然后可是那个 企划可能他们就不会 他就直接说 客户问说 下周一 可以把这五个 他还不会讲issue 他说可以把这五个box 就修好吗 那工程师一定这样说不行吗 然后 就是有几次 我在旁边这样看 我就说 那五个 你为什么一定要问他们 这五个可不可以修好 你如果直接跟客户说 那五个不能修好 那客户一定会觉得不 一定会觉得不开心 然后你今天又跑去跟工程师说 那五个可不可以修好 如果我是工程师 会觉得干怎么可能 那最后 最后那一个超难修的 你 还是要 特别去看 然后你就叫他下礼拜 已经都已经礼拜五了 然后 那个 同事 就那个企划 就是说 可是客户就这样子问 那我要怎么问 我说你要分 难道你就不能 好好的去问工程师说 我感觉 我不知道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 有些产品是自己写的 有些产品是自己画的 我还是 大概知道说 这个功能会影响到哪 那你就不能直接问说 这三个感觉跟显示有点问题 然后不安的部分 你大概会需要 几个工作天收 如果我星期一给你一天的话 你星期一下班可以给我吗 那其他两个可能会有点难受 因为可能还要跟后端讨论一下 那请问 如果是 下礼拜四的话 我们这样收的完吗 然后 我大概测一下 这样子 工程师一定会跟你说 那三个比较简单 我可以收 可是那两个 可能其实不用到星期四 星期三就好了 那你再把这一段话拿去跟 客户说 这五个 这五个issue可能会 就是 不同时间 他的困难点不太一样 那我星期一先给 我自己测完 先给你 就前三个 这比较快 那另外两个可能因为怎么样 就直接扯一个他不懂的术语 跟他讲 他就说 靠北感觉很难 好好好 我给你到礼拜五好了 这样不就好了吗 结果这群就是 也没有到一群啦 几个 北极 就是 没办法好好的跟 客户跟 工程师讲话 甚至他也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美术设计 好好讲话 然后惹的就是大家都超级 反正 我觉得每个公司都有白痴啦 对 总结就是这样子 对啊你直接跟 你直接打电话跟那个人讲不就好了吗 你要我这个 我这个功能 我需要开 五个工作天 你今天星期一才讲 我明天开 那我可能就是下礼拜一给你 我自己测一下 下礼拜一 下班前可以吗 你就直接跟这个人共通就好了 干嘛需要皮眼啊 靠北 嗨你好 嗨 今天喝什么啤酒 雕像好特别 没有看过 是 俄罗斯 帝国 然后是 Bruelock 这个啤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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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酿酒场 什么样的 老板都是当白脸 工程师当黑脸 然后钱都进老板口袋 真的 认识数多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真的 计划通宵经理 对啊 你们公司很棒 还可以跟客户 拗时间 我们都直接被客户扣钱 已经说都付出 我们也没有到跟客户拗时间啦 但是 就是 通常我如果要跟某一个人讲话我会站在对方的 我会尽量 因为 我现在处在的环境 很难就是因为也都不是我的同辈然后可能几乎都大我个 20岁 或是10岁 然后 就是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他们的想法 但是我会想要如果今天是我的话 我可能缴了钱 然后 可能已经委托了 那我一定很急 因为客户 并不是拿了 产品就可以开始用 他可能还要 还要去行销 还是要干嘛干嘛的 如果今天是我的话 我今天如果 问了什么问题 但是可能 没有办法是我 想象中那个答案 那我还会想要听到什么答案 这是客户 如果我今天是工程师 我已经做了很久了 我订那盖子的code 然后甚至有些东西可能 可能 干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前一个人离职 然后突然丢下来给我 我能怎么办 然后今天又叫我去赶那东西 这也不是我愿意的 而且 没有人想要 写出 有bug的东西 所以 这些东西跑出来 那也不是 我自己想要的 我会努力去修 但是 其实 对方如果态度很差的话 我就会心想 干老师 是这样子 所以 对啊 就是每个人 还是要 主要是拿钱做事 然后每个人都想要 我会预设每个人都想要把事情做好 跟 每个人都是希望 如果你今天 就是 花了时间 做的东西 有成效 有结果 那大家一定会很高兴 可是如果你今天 就是 没有任何的 就是 因为 不会每一个 我们公司比较小 所以可能还好 但是大公司 我觉得 不会每一个部门都知道 现在发生 他可能知道大局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不会知道说 你现在问这个问题的 用意是什么 因为你可能还有其他有顾略的东西 那我自己是觉得 因为像我们公司就是比较小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我还是会 带到一点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求 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拒绝 或是为什么我这样子答应的理由 可是我会尽量就是 我不会讲一大堆 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 别人真的在意的 我会讲最精简的 就是 最简单就是 客户说 这样子行销 比较快 然后 之后 大部分市场使用者 都是偏向这样子 之类的 我只是打比方 不是所有都这样子 老人村 现在老公公村 本公司窗口 PM都正在客户立场 然后叫我们 还要多久 多多少 多多久客户在推 你要不要跟客户解释 我自己也是人在PM干嘛 非我 干 大家都很气 靠 非 好像大家遇到的PM都是这样子 要遇到一个正常 PM到底有多难啊 干为什么你们都遇到这种PM 为什么 正常人不会跟自己的绩效过不去啊 工程师加班加到10 就不影响自己的绩效 是没错啦 PM就不是本歌戏出来也 没有相关经历 不懂又不会照我们的事成 我们爆出的公司都砍班 不知道怎么去几班 他超气 好笑 对啊 没错 我觉得很多PM都是不小心上的那个位置 请参考 彼得效应 来看一下彼得效应 彼得原理 彼得效应 在组织或企业的等级制度中 人会因其 某种特质或特殊技能 令他 着身到不能升任的高阶职位 最终变成组织的障碍物 就是永远及负资资产 哦 哦 我好像有听过 我听过这个 这个 我那时候 听到 的 的 就是他 我那时候听到的介绍 他还有打 比方 就是 还有 打个 比喻 但是 呃 因为 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跟管理有关 然后我就 就不小心 看得到 然后 他那时候打的比喻 但是我没有看完 可是他那时候比喻是说 假如像 呃 假如像 叫什么名字啊 Abby好了 Abby他是一个 业务能力很强的人 然后 他就这样子 他的业务能力很强 然后他的业绩都做得很好 结果公司就把他就是 升 你叫什么 升职吗 对 升职 把他升迁到 呃 他把他升迁到上面那个职位 但是上面那个职位是完全不需要 去 去跑 去去做业务的 他算是管理职 管理下底下那些业务 然后 他那时候比 比喻就是打打这个比喻 结果后来大家发现 就是Abby超肥干 他完全不懂 就是要怎么去 管理业务 这件事情 我只是想 我只是想要讲这件事情而已 第2米穷论 大家看了应该心有奇奇言 抱歉包哥 我说的粗话 先去冷静一下 为什么要叫他包哥啊 为什么是彼得 彼得得罪了谁 不是因为那个吗 是因为提出来的人 是彼得 彼得 管理学大师劳伦斯彼得认为 升迁就是组织的常态 这是彼得说的 彼得是人家的信 对 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话 真的不用 本公司 的下包公司 本部门的下包公司 报价公司 40小时 每一个案件 废物 都没说什么屁 同意等40小时 差别待遇 本部门工程师 到底借你什么 看 完了 完了 我们 我们儿媳真的很 气 气 辛苦了 你 然后记得 所以就 希望大家 转换跑道 或是换公司 可以遇到 就是 不错的 不错的 PM 像 我也不是什么 就是厉害的人 但我现在就觉得 反正就是来上班 如果对方有做好 他的工作那就好 但如果没有做好 就算他今天很可爱 我还是 没有办法 他今天就算讲话很靠北 很吉白 但是 他如果做好他的工作 我就会觉得 干他是一个 厉害的人 但如果对方没有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 厉害的人 没错 记得吐血 我合理怀疑他是别人公司派来 赠别人来搞破坏 太气了吧 那很气 这位没有办法 我们公司有一个 就是跟我同一个 就是职位的 然后 他 就是也是 也是听说蛮雷的 这球标撕不掉 完蛋了 好啦我等下去泡个水好了 然后 他也是很雷 我刚讲的那些例子啊 都跟他有关 就是 那如果很认真 可是没有做得很好的呢 嗨嘟嘟嘟 你是说你吗 我觉得很认真 但他没有做得很好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 想要 如果他是我 如果他是我的 后辈的话 我就会想要去看他 他如果态度好 很认真 没有做得很好 那我就会想要去了解 他是哪边 没有做得很好 因为如果我可以讲得出 他没有做得很好 代表我已经知道他哪里有问题 不然对我来讲 他就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怎么会知道他 他做得好不好 所以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一开始 我会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他 做的可能 他感觉很认真 可是为什么大家 就是团队一面倒的 或是 大多数的人都觉得他 做不好 对 那如果大家都觉得他态度真的蛮不错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力好像真的有点 管 那真的有点差 那我就会想要知道他到底哪边 坏掉 那如果他 如果给了他一点时间去练习去学 其他他还是没有做好的话 那 老实说这也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 我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我也不是主管 就是我只要管好我自己的团队 管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那我觉得他就是不适合 为什么他赶快找到他是 我的位置 他好笑 那不是我就烂 好啦你就烂你就烂 有听过认真做笨事吗 只会越搞越渣 对啊因为 你就算态度好 或是你很认真 但你没有把事情做好 其实 也没有真的 有什么帮助 因为最终的结果还是你没有把事情做好 你就算很认真但是认真 老实说认真 没有屁用啊 你很认真但是你没有前进 那只能说你不够认真 或是你 你没有很 你没有很用心在做事 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没有什么 也就没有用 我们今天不是在靠认真的 如果靠认真的可以赚钱的话那 我就每天 每天玩新入骨就好了 玩新入骨多认真啊干 没有人可以赢得了我 认真不能当饭吃对啊 他只是很认真的叫每个人都要写报告 那 就 好 那我也没办法 怎样发生什么事情呢 群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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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新路股也是厲害的 minecraft 我還沒有玩minecraft 我只有玩新路股跟雜報 PM來了之後 把本部門專業的人都去運走了 幹雷耶 剩下的人不懂人來的脈絡 修改歷史架構前後端 全部都斷成真雞 鑽石的挖寶好猛喔 青路股好爽 這是我寫論文的 的好朋友 講到說說仔 我們這邊也就是說仔 今天也差不多完啦 10點要11分了 明天還要去台中 大家前面 明天就染頭髮 之後再看看 好嗎 大家 拜拜 下次開台 沒事啊 這沒有什麼好抱怨 抱怨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好怎麼樣的 反正我覺得大家都是在同一個 算是同一個圈子 那因為我也不是 不是什麼很了解的人 我覺得 稍微聊天也是好 就是你總是要有個地方可以發 寫可以書發 而且書發的那個點還要是 大家可以 不見得認同 但是大家是可以理解你在講什麼 因為如果你今天跑去跟一個 嗯 就是 我不知道在藝術產業的人講 那他可能就會沒有辦法理解 你在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 這個沒有問題 對 就是如果你下次要再 抱怨的話 也可以來 不用講抱怨 我覺得這算是 就是 我覺得這是 就是 交流啦 因為你看 你有的問題大家也都有 每間公司都有 如果做的話 不會超級的 但是因為我們公司很小 所以 就再次重生 我們公司很小 所以 嗯 還是 問題 所以 浮現出來的問題 就不會是像你們這種 我們浮現出來的問題 可能就會是另外一種 就是 如果 中小型 或是中型 或是中大型 企業來看 會他們沒有辦法理解的問題 但是在我們這邊 就會是一個 讓我頭很痛的問題 這邊 拜拜 拜拜